我的名譽被死掉 以民主的名義 剝奪掉了我們實體的民主 政治人物最高明的部署 言論的自由 科學的爭議 不應該用施法的手段去解決 這個過程裡面其實我也死了一次 怎麼會說我也死了一次 我的名譽已經死掉了 我知道衛福部跟死藥署非常聰明 他們知道只要告發下去 全國人民裡面一定會有一定比例的人 就是認為蘇瑋碩這個醫師 可能是頭腦壞掉了 精神有狀況 各位在現在網路上還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網軍的攻擊還在持續 他們就是要指稱 蘇瑋碩就是腦筋有問題 精神有狀況 應該去接受精神鑑定 不然就罵他說還有什麼資格當醫生 連萊豬有讀的論文都可以讀錯 就形成這樣的既定印象 所以僅僅是一個告發的行為 事實上就足以讓蘇瑋碩 在某些人的欺慕中 等於是判了言論上的死刑一樣 因為蘇瑋碩不管再怎麼講 這些人不會再相信 也不會再參考他所提出來的科學證據 是不是的確證明了萊豬有毒 也判了萊豬有毒 這一個問題的科學討論一個死刑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說 這個萊豬有毒都是亂講的 你看那個講萊豬有毒的醫生 已經被告到法院都成為被告了 因為我們在觀念裡面 變成被告好像他的言論 就不能夠被接受 哪一天被起訴了或者被判刑了 那就更證明法院認證 蘇瑋碩是造謠 是亂講 但是其實 石藥署在去年的10月22號 發出來的新聞稿 明明白白就是寫 蘇瑋碩沒有犯罪啊 你們一定覺得很疑惑 石藥署都說蘇瑋碩沒有犯罪了 為什麼還會告你 對這個就是政治作為高明的騙數 就是在這裡 一方面說你無罪 一方面卻到法院到地檢署去告法你 讓你成冤莫白 有一天法院判無罪了 就小小的一個版面 那如果說改天蘇瑋碩起訴 你們會看到 那些媒體可能會大作特作 反萊豬醫師 言論不實被起訴可能會成為很大的標題 可是有一天法院判無罪 就一個小小的框框 無罪 證據不足 判無罪 因為證據不足給人的感覺說 他可能還是有罪 還沒抓到罪證而已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最大的地方就像洪老師剛剛講的 我們現在接下來是要講公民投票 公民投票裡面最重要的不是在那個投票最後的結果 同意過關或者不同意過關 而是在這個過程裡頭有沒有完整的資料的公開 我們的政府關於萊克多班的毒性的研究 他有完全公開給我們每一個公民嗎 那公開之後還要進行辯論 因為這些資料說實在有些是專業的領域 連我都不一定讀得完全懂 那這些都必須要經過辯論 就像洪老師今天安排這樣的一個場合 我們透過直播就是讓大家知道 我們的證據在哪裡 我們怎麼分析這些資料 它的意義 能不能證明到什麼程度 那經由公開資訊公開辯論之後 最後才是公民投票 那這樣的公民投票 才不會只是一種政治動員 就像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或者是執政的民進黨也好 現在都把公民投票變成了 好像一個簡單的是非選擇題 同意或者不同意 甚至很多人還不曉得 年底的四大公投完整的主文 我來試問我們攝影機前面 或者是螢幕前面的我們所有的民眾 你們相信年底有一個叫做反美諸公投嗎 可是我們執政的民進黨中央黨部 發出來的文宣就說 年底有一個反美諸公投 連我們的總統蔡英文的臉書 都說有一個反美諸公投 可是我找了半天中選會的公告 我就找不到有反美諸公投這個議案 所以我就覺得說這個是剛剛洪老師講的 我們的免疫系統真的是需要把它動員起來 我們不能再任由這些政客 以民主的名義剝奪掉了我們實質的民主 民選的結果在歷史上早已證明 而且不只是一次的證明 最後的結果可能會是獨裁 在民選的過程裡頭 透過故意製造的政治危機或者是社會危機 最後就宣布為了維護我們的民主 所以我們必須把民主給殺了 這個是一個我們知道 哲學上叫做悖論 為了保衛民主 我們必須先犧牲民主 為了保衛自由 所以我們必須先犧牲自由 這個就是政治人物最高明的騙數 為了保全你的財產 所以我要先剝奪你的財產 我們收到詐騙電話的時候 不是都這麼講嗎 有沒有 說你的帳戶已經被利用了 為了要證明你的清白 你必須把你的錢 全部轉到我指定的那個帳戶 如果你真的這樣子做 你的錢就不見了 對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詐騙電話 可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接下來到12月18之前 我們關於公民投票 很多的政治騙數會上來 會進來 那這我也所以說 我不願意落入這樣的圈套 到地檢署去陳述說 我的論文是真的 請問我要怎麼證明我的論文是真的 很難 為什麼 檢察官相不相信呢 我也不曉得 按照一種懷疑論的做法 那所以說你怎麼相信這個 你在Google 這個期刊的論文 不是人家假照的網頁 請問我要如何證明這件事情 光要證明這件事情 恐怕就花個三年的時間 還得把這個期刊的作者 請到台灣來說 對對對 我是期刊的編輯 這個期刊是真的 這個當然就是我們一般的公信 我在Google上面有一個期刊 那期刊有這樣的一個論文 我們大概都能夠這樣相信 如果要彼此懷疑到這種程度的話 那我們民主社會要怎麼討論下去 如果要這樣子懷疑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懷疑 我們在電視機看到的我們的總統 是不是用AI的畫面合成的 他其實並沒有在攝影機前面 那個人並不在 我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個 AI合成的畫面 沒有辦法 我們人沒有辦法這樣生存 這樣生存下去 我們的精神狀態 真的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知道抗傳的結果 最後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接受檢察官的居體 那我就當時在9月22號 我也在地檢署的前面宣布 我不會這個進入地檢署 也不會接受檢察官的訓問 那就請檢察官依法來居體 那即使把我居體到庭 我也不會做任何的發言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一個科學的問題 科學的問題不應該由司法去判斷 科學上的爭議沒有辦法用司法去判斷 這個在中古世紀 我們人類有一個悲慘的歷史 因為當時的科學必須要符合 宗教的教義 不能夠違反教義 那科學家發現了一個自然的現象 他違反了宗教規定 或者解釋的自然現象 他就違法了 違反了宗教法庭所定下來的法律 那個是一個冒堵神聖的法律 最重甚至是可以處以火刑的 那科學家就必須為了他的科學發現 到宗教法庭上面去證明他比上帝更偉大 因為上帝說的是真的 你為什麼說上帝是假的 那除非你比上帝更偉大 可是科學家沒有辦法證明他比上帝更偉大 那他又不願意認錯 那他可能就要遭受很嚴酷的刑罰 那我覺得我們從啟蒙時代以來 已經認同了宗教歸宗教 科學歸科學 那台灣現在如果我就輕易的屈服了 也跑到地檢署的偵查庭裡面 甚至未來到法庭裡面去抗辯 所以我那時候要求說不然檢察官就直接起訴 因為偵查庭是不公開的 我跟檢察官講了什麼 檢察官只會留下筆錄在他的卷宗裡面 我說你就直接起訴吧 那就讓法庭把所有的包括衛福部的陳時中部長 為什麼說書委說是上播不實謠言 食藥署的吳秀梅署長也請你當證人 我就會傳他當證人 你憑什麼認定我是上播不實 那因為法庭是公開的 雖然不能像今天這樣直播 但是至少記者是可以進去旁聽 整個過程裡面雖然不能錄音錄影 但是之後還是可以即時的報導 至少資料就可以公開了 就不會有偵查不公開的情況 這就是我來回答洪老師說 那為什麼書醫師你不願意接受司法的檢驗 我不是不願意接受司法的檢驗 而是覺得言論的自由 科學的爭議 不應該用司法的手段去解決 主要是這樣的一個考量 我會讓大家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